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观众朋友 持续锁定新台湾加油 这是交通部长林佳龙 为什么 他遭到锁定了吗 莫名的力量在铺陈 说林佳龙借给了许永明300万元 被北俭密讯当中 办公室怎么样做出回应 荒荡无稽 如果这都不是事实 也没有300万 当天被查过的事实 也没有所谓的借贷关系 也没有进行救训 双帮之间 林佳龙说他跟徐永明之间 从来没有任何借贷关系 见面的时间也不是在去年纪 也不是在今年的过年期间 而是在最后一次见面是五六月 这在行诉什么呢 当然我们持续关注的同时 在台湾更多人关心的是国安的问题 如果收贿案 可以立即大动作去收押国会助理 包括先押了再说 包括立法委员 那涉及到共谍案 这三名的国会助理被起诉之后 立委的角色是什么 起诉书里头完全不勾勒立委的角色 像是隐形人一样 检调是这么办案的吗 还是检调有意替这些涉及共谍案的相关人员 关键人物进行脱罪吗 难道检调有政党的立场吗 来我们持续为你分析 当然国际间阿扎尔昨天下午搭车了美国空军 这是C行政专机踏上了归途 不过现在最新的发展 说雷根号航空母舰这个轨迹土里头发现了 从8号当天开始 已经从11号慢慢在起始点的东南方现身 接着在昨天没有随着阿扎尔离开 反而是朝西来迈进 换句话说朝着东海前进 跟台湾的距离更近了 这传达出什么讯息呢 好当然了我们要关心 来在现场当中有赖瑞隆 包括了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的叶元芝 台湾智库的咨询员董立文老师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绍老师 知识媒体人王瑞德前国防部 新战处参谋官黄蓬孝 如果完全是被锁定 又是被污蔑的人 被这个套路所锁定的人 他的处境会是怎么样的 瑞德大哥 真相只有一个 问题在于说 不是因为我是记者 我是媒体 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办案人员跟我讲什么 然后我就可以讲 就可以写什么 不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媒体记者你有什么线索 对不对 那么大胆假设的前途 就是要小心求证 过去我们很多爆料文化不是这样吗 政治人物出来开记者会 像说的像真的一样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呢 那么他把传闻当作这个爆料的主体 你知道吗 却把证据当作放屁 最后放屁就成了爆料的东西 就是过去我们的一项爆料都是这个样子 报错了以后再来说 就当作没发生这样子 所以这件案子我觉得一定要查到底 你查泄密不是只查这个 所谓的李恒隆那个事情而已 当这个事情变成一个 这会变成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扩大了以后 请问影响到谁 斗到谁 斗到林家隆 斗到台书科 斗到NCC 然后最后斗到民进党 执政党 因为好像各位 如果300万真的有对价关系的话 那300万应该要查扣 对不对 但是你没有发现吗 如果说200万 什么200万是李恒隆要给 然后后来他们说 那徐永明先说不用 那如果有一笔 比李恒隆的200万 期约说要给你200万 还要打100万的300万 旁边又有什么NCC 台书科 那人家会怎么联想 人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做不当的联想说 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你知道吗 这就是这个报导里面 寒沙摄影的东西 有时候是最可怕的 因为他让你去联想说 这个东西好像 好像这个好像从A到B 然后所以A就 B到C 所以A就到C 这是逻辑的基本概念 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报导方式 而他没有任何证据 现在当事人 我还是封 我在这个地方 可以像凭空捏就 我在这个地方 要特别跟林家荣部长特别讲 你的回应也不好 为什么 侦查不公开 我再强调一遍 侦查不公开只存在 你所公布的内容 你不能公布的内容 是因为要侦办的主体 你知道吗 如果没有 适度的公开讲清楚 说明白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没有就是没有 不是说 我讲的没有就是没有 不是说 我没有捐款 我没有干嘛 你跟那个谁啊 徐永明跟你有没有见面 讲什么 必要的时候 把他讲出来没有关系 你知道为什么 君子坦荡荡 真经不把活力 而且跟这回来的争查 没有任何的关系 因为现在有在办这个案子吗 没有吧 好像都在办这个所谓的 相关的这个收购案 贪污案等等 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成案 没有 目前看起来 连他之案什么东西都没有 为什么说都没有 有的话300万早就查扣了 有的话徐永明 哪可能80万交保 对不对 哪可能抗告的结果 还是不成立 所以从这件案子里面 大家要非常的小心 以免一个 明明是办一个贪赌案 最后变成利用一个贪赌案 拉出线来以后 去办这个所谓政治案件 各位如果不知道 那很简单我告诉你 黄世民案就是最好的证明 瑞德大哥的提醒 的确不希望办一个锁会当中 那有一股势力要让他杠上开花 那么扯上一些没有相关的人员 但是呢伤害已经造成 因为他一路所铺陈 包括了套路当中 好像有一些人被锁定 那这些人呢 刚刚瑞德大哥说 那林嘉隆你应该大动作 甚至可以告跟说明 你如果说这是一个设好一个套路的话 这时候林嘉隆大动作 会不会无形当初焦点就在你身上 但是有理 可以这个说 台湾还说得清吗 所以这是北检 包括检察长周章青 你该不该去面对 现在这一种检调 司法体系所办案的乱象 可以让这个乱象持续吗 检方没有办法做出积极的作为 跟态度的话说真的你让舆论一直去引导 你是借由舆论去引导你们办案吗 你们是听舆论听这些媒体在进行办案吗 但是我们看到办这个案子 的确动作非常非常大 甚至被认为助理立委先压了再说 那接下来是画面当中 那我就要请教了 在现场里头我们看到前国会助理 陈威仁包括李毅贤还有林雍达 他们涉嫌为中国对台湾勤修人员的发展组织 企图搜集国民党 包括了总统健保的资料 还有民进党总统选举等等资料 他们地检署今天依照违反国家安全法 起诉了三个人 检方从起诉书里头还调出有一个叫做黄冠龙 在106年间曾经指示陈威仁 设法取得入住境跟健保的资料 那这里头牵涉到三个 这三个来我先请教是 我们现场当中唯一的立法委员 我的问题我觉得我觉得很怪 这里头有国民两党的分别的立法委员的助理 其中有包括是前当时担任过立法委员张立善的办公室主任 就是李毅贤 陈威仁呢陈威仁是当时国民党立法委员陈淑慧的助理 还有陈进丁陈进丁的助理林雍达也牵涉其中 如果我们刚刚看到收费这个案子 助理扮演疑似像是白手套的角色 老板立委也都收押了 那这个案子呢 更涉及到所谓的共谍跟国家安全的问题 我看到那个起诉书 等一下瑞德大哥带我们看起诉书 好像立委是透明人 跟立委完全没有关系 来怎么看这个今天的起诉 针对这三个国会助理遭到起诉 那任劉怎么看 所有的立委他在拼用他的助理的时候 他当然都要审慎去那个 因为每个立委的助理都代表着你的很多的 刑事你的职权 那特别在很多的重要的一些资讯 或者重要的一些都会对国家产生很重大一些影响 所以我想每个立委都很必须很慎重 那这个案件的部分三个立委的助理去设到违反国家安全法的部分 那我相信当然这个他们三位的违法的证据是很确实的 已经被掌握到了 所以也被这个起诉 但是检方恐怕必须要再去详加调查 因为到底这些相关的立委们知不知情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后面他恐怕必须要再去审慎去查的 就是说当然到目前以他现在看来应该是证据是到立委的助理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提醒 其实会出示的立委 通常就是那些立委 也就是说通常会任用那些有问题的助理 其实在立法院这个哪些助理 比较有状况 其实大家心里都有谱 那为什么你会去用一些有问题的助理 包括他外面的整个言行 包括他的资金状况是不正常的 其实这个在立法院内 大家多数都知道 大概都知道哪些助理上是有问题的 那这样的助理 你还敢用的时候 那你立委本身对这件事情 到底你是清楚不清楚 还是你有这个 我觉得这个部分恐怕是下一步部分 这个检方那边可以再去去办的 就是说如果能够查得出来 有的话 我相信这个后面可以把这些真相查得更清楚 但是即使后来没有查到这个部分 我也是呼吁了 其实立法院对于最近这么多的一些乱象 真的每个立委要自己要再思考清楚 就是说对于任用你的所有这些助理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这些收购案的时候 里面的提到好几位办公室的主任 那个其实早就在立法院就已经有一些民生在那边 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本身 这个是自己所谓的便当助理 你本身是你不只自己能够去外面招揽生意 你还能够分给你的这个立委某些的利益 那本来就存在这些风声 那你自己要任用这些主任的时候 我认为那个迟早会出事 所以我说这个真的是后面检调也应该继续调查 这个叫涉嫌替中国国务院国家安全部 来替他们搜集资料 等于被这个单位所吸收的 来热大哥从起诉书里头 好像这三个助理都叫做便当助理 立委都没有角色都没有介入 也没有任何掩护 是这样子吗 从起诉书里头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因为毕竟涉及的是国安层次的共谍罪 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这件案件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收集相关的共谍扩大组织 大部分是失败的 然后可是他们的身份又很特殊 他们是所谓的前国会助理 那么当然今天有很多的立法委员 或者是说已经当县市所长了 比如说像张立善 他们都说这个是志工 志工 有的志工 包括有些可能是俗称的便当助理等等 我要问各位的就是 你不要以为因为他们的阶级不高 好像你就认为说他们涉案的程度不高 而他们好像都失败 所以好像他好像对台湾的影响 就没有那么大 你错了 为什么 如果连国会助理都被积极的 中国共产党相关的间谍网给吸收 那你要知道他的网路布线有多深 他的挣扎的有多深 为什么呢 他从最基础的开始 不是只有高层而已 搞情报的最可怕的 事实上很简单 我以前我举我自己 我以前在部队里面是特种部队 我也学过情报受讯 那么事实上在情报部件的时候 我都用在我讨新闻 为什么呢 有一个高阶警官 他永远很怀疑 为什么 他新闻联络人都封锁我了 我还能够拿到独家 他做梦也想不到 我最大的这个新闻线索来源 其实是他的司机 那我问你 如果立法委员 如果政府官员 如果我们的军中 他的司机是供典了 怎么办 他所有的一切 包括打大哥大八卦球讲话 都在他的车子里面 对不对 那么最了解他的人 就是这样嘛 为什么呢 因为从起诉书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能够他们要吸收 柯建民的随护 没有错 我问你 这里面很多吸收是失败 其中有一个 令人最不可思议的是 竟然要吸收 民进党的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柯建民 永远的总召 柯建民的随护 也就在新竹市 当警官 当警察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警察 他要吸收 他的原因是因为 可以希望利用柯建民 那进到这个等于说 很多知道很多机密 那希望他的随护 进到他的书房里面 收集有些关于 我们台湾总统的东西 总统大选的相关东西 那被这个所谓的 这个随护拒绝了 那我问你 那如果万一有一个随护 他同意了怎么办 同意了以后会变成怎么办 那就变成 陆顶记里面的伟小宝 再找42张经 一样的离谱了 你知道吗 我们的国家机密就这样子 可能被带走了 那除此之外呢 事实上在他这个相关的 收账的过程当中 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连媒体都用上 里面三位这个助理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他们也包括吸收了 有媒体出身的人 媒体记者出身的人 那么也包括另外去 甚至于把他们这些媒体出身的人 直接带到了厦门 跟这个相关的化名 他们都会化名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人 李毅 谁谁谁 这都是假的 但是到了厦门 到了中国去运用免费的旅游 还有相关的这个费用 其实讲到这里 我个人心中非常的感慨 你知道吗 小军 这一二十年以来 在台湾当共谍 除了像罗贤泽那么大咖的之外 对不对 其他的这些所谓的共谍 他们出卖国家出卖灵魂 所换到的钱 做共谍所换到的钱 竟然每一笔都低于 信台币20万以下 有的孩子拿到几万块 为了这样子 你出卖你自己的灵魂跟人生 你跟魔鬼完成交易 然后其实这里面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 是失败的案例 他们去吸收谁 他们去吸收骇客 希望能够用骇客 然后希望能够用网路 包括外面的厂商 然后骇入相关的 这个健保资料里面 你知道他要干嘛吗 他要找蔡英文总统的 健检报告跟他的病历表 各位讲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无聊啊 我们总统的病历表 有什么了不起 总统的健检资料跟健保资料 我帮小军回忆一下 大概在几个月以前 你们都忘了 曾经有骇客直接骇进去台大里面 还记不记得 骇进去里面 在找谁的 找了一个叫蔡英文 不过这个蔡英文不是这个蔡英文 还记得吗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跟历任的总统都在容总做健检 他们的资料是不见入 这个共通的医院的履历的 但是为什么会有人 进到医院里面去找错人 他真的有去找 他真的有去找 各位 你知道我在刚刚说 这个两个新闻 有一个什么共通性吗 就表示他们这些人 所找的 要去找蔡英文国家元首的 这个健保的骇客进去 他们是失败的 但是有人成功了 也就是有另外一个到现在 可能还没有被破获的共谍网 他是成功的骇进去了 就不会是 中国共产党插针 绝对不会只插一根 你知道吗 他会插很多很多根 有基础的插起的话 各位要知道 台湾号称陆海空军 被歼灭的相关的共谍网 郑小江案 那时候为了他 我们后来还修了现在的国安法 以前就都判四年 郑小江被判四年 他拍拍屁股走人 你知道吗 在一间卡拉OK 就可以把这些 阿兵哥到哪里去 都找一个地方大家聚会嘛 喝喝小酒唱唱歌等等嘛 就可以构建了那么大的一个间谍网 不要小看啊 更不要小看各位 就在这两天也是同样时间的 这是一个起诉的 但是各位还记不记得 就在这几天 我们一个军团的中校情报官 竟然用手机 他还很聪明 他不是用SIM卡 他是用那个没有SIM卡的 可以直接录影的手机 录下汉光演习的相关的 影带跟过程 那么传给 寄给这个等于说金门 要透过金门 再可能就给对岸的相关人员 这个供典案被抓到 被拦截了 我相信 这不是第一个 我们相关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基层的这个 等于说士官兵 他竟然上网要卖我们相关的计划 你知道吗 上网卖耶 你不知道 你缺钱是缺到疯了吗 你不知道这个罪有多重 你知道吗 但竟然这样做 各位 这个都还是因为他们手法出兆 所以因为这样被捕的 如果没有的话 告诉各位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呢 我们当年在我当兵的时候 我那时候要退伍前 已经是昂昂了 已经到 就意思就是快要退伍了 所以去出公差 看到了一个特战基地的墙 那道墙 是我看过这辈子 对台湾的情报最了不起的 那道墙 长长的 然后对岸中共那时候几百万的军人 我们连长以上的名字上面都有 我那时候觉得身为中华民国的军人 觉得很了不起 结果另外一位来出公差的职业军人跟我说 那有什么了不起 听说对岸的连我们的排长以上都有 你知道吗 两边的情报战是打到这样的程度 我们的特战部队 特种部队是最机密的文件 等到我退伍了以后 有一次不小心在报纸上看到这么小的一个广告 这么小一个新闻 那个指挥官是共谍 三千万 我们这些所有最机密的资料 人家直接从指挥官那边就拿走了 江阴耀塞撕长江 国民党被迫拜往桃威湾的故事又重演 所以事实上 那么从这么多 从今天这些共谍案 跟包括军方连续报的共谍案 各位也不要忘记 过去从这个等于总统府也曾经有共谍 然后这次还要记者去拿 抢尽办法拿到警证署 有关于法人公的相关的案例 那能够传给他 还好那个记者自己本身拒绝 但你知道 连法人公的相关的报道 他都要透过共谍的系统 各位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那共谍的系统这么样 不值得好像没有 那新闻都 他拿到的情报都不值钱 你错了 那就表示中共很可怕 因为他连最基础的 最基本的共谍网 他都在建立 所以事实上 包括现在 有那个公庙系统 学校系统 有那个社团青年系统 现在刚好是暑假 要邀请你免费去玩 现在因为刚好是遇到疫情 不可能 但是这样的一个免费邀请团 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 这些全部都有可能是 中共的相关的统战 你不要一小心 一个不小心 跟人家谈一席话 你就成为人家的共谍 就出卖了自己的国家 千万要小心 因为共谍就在你身边 好 我建议官员朋友 你上网去看 这是北柬的起诉书 为什么呢 他没有很多页 里头的犯案的事实里头 我看一下 应该只有三四页 这里头的犯罪事实 为什么刚刚花了一些篇幅 瑞德大哥帮我们说一些犯罪事实呢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看完之后 帮你做一个整理 来这个原汁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位被起诉的 有前国会助理陈维仁 他是在2009年期间担任呢 应该是国民党立法委员 陈淑慧的助理 那第二个被起诉呢 叫做李毅贤 也是前国会助理 他还担任过香港的东方日报 这个宇晓老师等一下帮我们解释一下 香港的东方日报 是一个什么样的媒体 还曾经担任过云林县长张立善第九任立委期间的助理 他叫做李毅贤 他还被起诉 而前国会助理呢 林雍达 他是曾经在2005到2008担任陈敬丁的助理 可是呢随即在2009又当陈淑慧的助理 那陈敬丁是民进党的嘛 所以从民进党立委当当完助理之后 又转到国民党立法委员去当这个助理 起诉书这是他们的一些反应 不可置信 李毅贤是义务职 没有在立法院有正式登陆为立委 这是他这么说的 然后陈淑慧说 陈敬丁2008为了连任 我递捕不分区之后 陈敬丁引介了陈薇仁林雍达 我在2009三月聘请两个处理选民服务 两个在当年11月12月也停聘了 关键就是在起诉书里面的内容 刚刚瑞尔大哥有特别提到 陈维仁林雍达在澳门跟中国国务院 国家安全部化名黄冠隆的成员来接触 而且答应在台湾要搜集情资 2012年一直到2016年 林雍达 林雍达协助陈维仁跟陈冠隆资料的一些传递 协助他在台湾从事发展组织 包括2014年陈维仁 陈维仁是谁 陈维仁是陈淑慧的助理 他得知李逸贤有资金的需求 这个李逸贤好像在多家媒体担任过记者 以金钱利诱让李逸贤同意 2015年3月2728前往广州 跟黄冠隆会谈 成功吸收了李逸贤为组织成员 李逸贤也在当时到2018年 跟陈维仁去分工去协助案情 这里头包括了这个中国 中国这个角色叫黄冠隆 指示陈维仁去物色 引诫国民党党工附中 附中陈维仁找了张信前国会助理到厦门 跟黄冠隆见面 陈信助理口头说明党内的资讯之后 双方没有再往来 这里头包括什么呢 他们还曾经试图 你看到黄冠隆指示吸收政府资管系统外包商 部件专业技术人员 李逸贤请相关技术背景的黄信友人协助亥靖健保资料 取得蔡英文总统健保的就医病例资料 黄拒绝配合 这个时候陈维仁 陈淑慧的助理李逸贤 来这个是张立善的助理 当时对于当时立委的柯建敏的随护 隶属新竹市警察局彭信远警进行吸收跟部件 你想想看如果他可以吸收随护的话 天哪 这个柯建敏 他知道了中央地方 掌握了多少的机密资讯 掌握几乎全台湾的非常关键性的资讯 但是我的问题来了 检调是这样子办案的吗 检调我不知道 你是这样替共谍案来进行脱罪吗 跟立委之间完全立委像透明人一样 查了吗 办了吗 是这样子办案吗 这超完美 切割吗 来 怎么看的 言之 小姐我是觉得陈淑慧的问题比较单纯 因为陈淑慧她的助理是 陈淑慧跟林雍达 这两位当陈淑慧助理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被吸收成为共谍 是他们离职大概两三年之后才被吸收 所以陈淑慧跟他们两个之间 我觉得观念性是比较低的 李逸臣的部分的话 根据张立善的说法 李逸臣是张立善的志工 他是因为他是云林乡亲 他也是记者 所以他偶尔会帮忙发发新闻稿 我平常跟你讲 我觉得在立法院 包括我们在地方做议员 都会有很多这种义务的助理 我个人是没有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议员 他会有很多义务的助理 那这些义务助理 说实在的好的义务助理 的确是可以帮很多的忙 他可以在地方帮你助理 一些选民服务 经营一些基层 可是有一些人 他想要挂一个民意代表助理 其实有目的的 他就是想要那张名片 例如说这一个国会助理 为什么他会被吸收 因为对岸想要吸收立委 我认为很困难 立委吸收立委这个知识题 但是国会助理 他会有一个给人家一个想象 你是国会助理 那你应该会接触到很多机密 而且国会助理很多也许是 像那些便当助理 他本来就是不要 他本来就是不需要钱 他只要那个名片 那感觉上 他有其他管道可以弄钱 那是不是这样就一拍即合 所以国会便当助理 被吸收为共谍的可能性 是蛮高的 所以这一次起诉的 共谍案的国会助理 刚刚好通通都是便当助理 是这样子吗 便当助理就是所谓的志工 那他就是说 我来帮AIA论委员 我帮你个忙 你给我个名片就好 名片要印大一点 起码也要特别助理以上 那现在起诉内容 他们的老板是谁 他们替谁服务 他们老板就是香港的黄冠龙 就是一个澳门的黄冠龙 黄冠龙一直在指示他们 那我有看到 就是吸收是这个 中国国务院国家安全部 对不对 他服务于他 对对对 那所以呢 背后服务于这样的一个事实 已经这么清楚了 这一些国会助理被起诉 他的背后老板就是合法的立委 是吗 逻辑是这样说得通吗 检调真的有认真在办案吗 还是检调 你们是哪里的检调 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检调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检调 检调里头 我们的司法体系 有没有被渗透 有没有 有没有共谍 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大案 这是个大案 这是个大案 一看就知道 那是办到国会助理 第一个他是从2012年开始 对没错 然后一路到今年是2020年 2020年 这个案子已经 他的犯罪事实一直追到2018 对 好吧 那就有八年了 然后呢 因为你看到仅从他所公布的 就是说他所涉及所有的这种间谍案 分两个层次看 一个是人的部分 一个是资料的部分 你看从人的部分呢 有出现的名字 除了这个三个 这个被抓的助理 三个立委 后面他们锁定的对象 从蔡英文总统开始 从这个 柯建民 柯建民还有警政署 还有等等 后面还有相关单位 然后呢从资料的部分 我先把人谈完 所有的各国的情报网都一样 他都是铺天盖地的杀网 他捞到谁 谁就是间谍 最重要的 你看尤其是锁定这个 相关的重要的部门 从总统府开始 我们总统府过去 已经有破获共谍案了 到我们的国会 到政府的相关敏感部门 他通通要 随护最好 清洁工最好 随护就是活动眼线 是 刚才我们这个锐的课 就讲了 司机 清洁工 他可以掌握多少讯息 可以听到多少讯息 你爱碰什么碰什么 对 空了嘛 通通是你的 所以说你越不起眼的人物 他其实越想要 那以资料的部分 我先讲 为什么要找蔡英文总统的 健保资料 健康资料 所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 他的健康资料 都是最高的国家机密 因为他直接可以涉及到 判断你的执政状况 你的决策状况 从你的健康 所以你看 其实包括美国总统 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包括中共的领导人 到美国去访问 所有领导人的排泄物 他所有的毛发 金正恩 所有的 全部都带回去 不只是金正恩 你全部要带回去 因为你不能留下这些 你身上的这些物证 来让对方来判断 你的这个健康状况 那我们的蔡总统 你看她 她的健康状况很好 那你要这个健保资料干嘛呢 因为我们上一段 不是正在谈媒体的 这种所谓的寒沙摄影 造谣声势 我举例来说 我如果真的捞到了 蔡总统的健康资料 她某年某月 到某医院去看胃痛 我把它说成是堕胎 网络上已经有一堆 这种假消息了 她如果去看个 皮肤过敏 皮肤癌 我就给你造谣声势 可是你会 你会说不清楚 因为你某年 说她确诊了 做了COVID-19 也有传过 对 所以说 这个资料的部分 中共是一个 这个情报狂 这个饥渴 资料饥渴 它什么资料都要 我再举一个例子 前阵子 去年的时候 我们香港的 反送中运动来台湾 不是被中共 国安部的人跟踪 那里面有一段 它造新公园 所以说就涉及到 总统府旁边的 它全部都录 马上当时就讨论一个问题 总统府周围的 所有的监视器 那个资料 有没有保管得很好 总统府周围的 这个监视器 还有官邸 总统官邸 周围的监视器 那个监视资料在哪里 在当地派出所 那我是不是 我只要能够买通 一个远警 我可以调到 你全部的监视资料 这可以干什么 很简单 我就可以掌握 总统的 他的出入的行程 还有他的时间表 还有掌握到 谁进出总统府 然后一个一个 按藤去摸瓜 所以说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我必须强调 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 现在这个司法上 最重大的问题 还不是这个检调 他调查的这个程度 我觉得是这个判刑的问题 在我们台湾 叛国比贪污的罪还轻 间谍比诈骗还要轻 诈骗罪还轻 问一个热大哥的一个问题 最大的供典案 郑小江他判几年 四年 不过当时因为 他只能判四年 所以后来我们修改了国安武法 就把它往上升 最高可以判到无奇定取 东老师 我再补一句话 即便修改法 最近两个案例 不是有个工党 这个主席父子 这个设计 他的儿子在军中 在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本部 干过什么关 非但参谋关 油处 那个石油的燃油的 油处的处长 多重要 结果这个案子被判多少 被判一年 然后还可以缓刑三年 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一个图信台商 他也是来台湾发展组织 他被判多少 共谍 他被判多少 九个月 为什么判九个月呢 因为他拿到的东西 不是军事机密 就是说你根本没有看 他是匪谍 他是说他是叛国罪 光是发展组织 他的罪就应该高了 不应该看你后面 拿到什么东西来判罪才对 我觉得是 所以我们的 我觉得是我们司法结构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司法人员在训练养成的过程中 根本没有国家安全的概念 才会出现这么荒谬的事情 司法体系里面有共谍吗 还是说你们侦办的过程当中 也有政党之分 还是你们侦办的过程当中 真的试图要替这个共谍罪来进行脱罪 是这样子吗 2350万的台湾民众 你只要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 你怎么可以允许这种叛变的行为呢 不应该要重审吗 该有的共犯组织结构 难道不应该要办吗 其实不只是台湾 2350万民众 我们忧心 我们的国安问题 我相信 美国也是忧心 这是美国卫生部长 阿扎尔他已经返回美国了 可是现在发现什么呢 美国雷根号航舰正在靠近台湾 当9号率领庞大的访问团 来到台湾的阿扎尔 尤其这是又是来自于中国方面 所释放出的消息 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雷根号 8号开始 他现身在东海巡弋 而且阿扎尔在昨天他返美 看到这个航舰 这个航空母舰不但没有离开 而且比8号更向台湾来靠近 这个传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 不过在此同时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 庞贝欧在捷克的演说里头 再度挺台湾 他是在捷克的参议院 所发表演说 我们也知道说参议院的议长 即将在这个8月份25号 有90个访问团 即将来到台湾 而这时候美国的国务卿 正在捷克发表演说 他说现在状况非冷战2.0 中国的全球经济实力 所带来的威胁 跟冷战时期的苏联相比 更是难以抗衡 所以演说当中 数度提到台湾 他认为 知道捷克参议院议长 要代替已逝的前议长 来出访台湾 他认为这是一个好计划 好 现在发生的绝对不是冷战2.0 你在某些方面抵制 中共威胁的挑战 困难非常多 这是庞贝欧讲话了 而且这一次呢 阿扎尔来到台湾 不只是庞贝欧 包括了美国总统川普有讲话 很显示 这不是很单纯的防疫之旅 国际高度重视 国际在震撼与大篇幅的报道同时呢 那台湾所呈现的氛围又是什么 我相信不是有一些人所在乎的 阿扎尔的口误的问题 在现场当中呢 我们要播放这段影片 包括了 昨天我们再说呢 周宇晓老师带出这个观点 第四届两岸媒体的北京的高峰会 去年的5月10号在北京登场 那么风传媒取得了 在这个高峰会开幕之前 由中国的国家政协主席汪洋 他在接见台湾的媒体高层时的 录音党的策录 曝光了 除了重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老调之外 他还以连两年之后的事都保证不了了 嘲讽台湾当局 而且说着说着台湾的高层呢 媒体的高层在现场 竟然全面笑开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媒体以微笑 以笑开的方式回应汪洋这段谈话了 来听听这段录音档 到了2049年 中华人共和国建立100周年 那我们要干什么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就是我们在想 100年的事 我看台湾当局不计连脸 年以后的事都保证不了 是不是 我看台湾当局不计连脸 年以后的事都保证不了 是不是 来 这个录音档曝光 台湾媒体的高层 陪笑了 我请教这个彭笑大哥 为什么台湾媒体面对汪洋 在谈台湾的处境 台湾的处境是如此艰难 为什么台湾媒体的高层在当场 要陪笑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所 他们的立场在哪里 对不对 因为他们的立场 不是站在台湾人的立场 而是站在所谓的中国人的立场 什么叫这个中国人的立场呢 因为很多的台湾的所谓的媒体 我们有句话讲说红媒 什么红媒 事实上很多也是所谓的统派的媒体 那么这些的媒体 为什么会到大陆去 然后听汪洋的这样的讯话 其实这个就是 这些年来 大陆对台湾的不断的渗透 统战的一个大检验 大阅兵 我跟各位讲 虽然我们常讲说共产党 这个毛泽东常讲 枪杆子出政权 但是毛泽东还非常重视了一个 是什么 笔杆子 为什么呢 因为对毛泽东来讲 第一个他本身的文笔很好 他经常一些重要的文件 他亲自起草 甚至于说过去人民日报的 这个所谓评论员文章 他亲自写的 这个 所以毛泽东事实上 对于笔杆子的重视 绝对不下一枪杆子 那么在中共里面 有两个部门 是所谓的灯笼捷径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组织部 如果你在组织部 组织部管什么 管人事的 第二个就是宣传部 各单位的宣传部 都是灯笼捷径 所以你是不是个笔杆子 那么在中共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他开这个会 等于是把台湾的笔杆子 集中了到他的辖下 大家来听他训话 跟你讲说你的笔 要写什么东西 要往哪个方向写 重点在哪里 你看他强调什么 要多讲一国两制 要多讲怎么样子 来促成统一 要反读筑统 我们很遗憾的发现 这个我们在台湾的很多媒体 包括说有一些很有名的报刊 有一些特定的电视台 你回过头来看看 他这一年多以来 他们的社论 他们的评论 还有他们的播放的一些的内容 转播的一些的内容 是不是跟汪洋的训话 好像是弱河福节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 这不是一个笑话 我们看他们在笑 这就是国安危机 这就是共产党的渗透 今天我们不要跟着他笑 我们要严肃以待 中共来做这一场戏 他不是办家家酒 他不是办流水席大拜拜 共产党常讲 敌我斗争不是请客吃饭 敌我斗争不能讲温良攻减让 换之就说敌我斗争 这是个你死我活的斗争 今天共产党对台湾的渗透 从笔杆子乃至于到了宫庙 到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 我们认为不怎么样的一些人物 到了国会的处理 都是他的渗透 统战跟拉拢的对象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我们真正的重新要 来重新的衡量 我们的整个国安的立法 是不是要效法美国 要更为落实 然后更为胜利 为什么呢 美国这么自由民主开放的国家 你看他现在 连哈佛大学的教授 他照抓 对不对 那我们好像说 什么教授就不得了了 明明他在那边 有一个大学的副校长 公然地在中共的媒体上 在那边讲武统的问题 我直接说了 世青大学 前副校长 对 你看看 前副校长 他已经不当副校长了 由子强 我再直接说出来 对不对 他敢抢 我们哪也不敢报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么明显的事情 我们拿来没办法 为什么拿来没办法 想想看 如果老柯 柯建民的随护被吸收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非常严重 这是为了 他可以掌握多少讯息 包括了柯建民 你逛个花市 你去哪里的行踪 是全都录 我要播放这段影片 联合报的发行人 王孝兰 我们刚刚看到 中国政协主席 汪洋 面对台湾的媒体 说出这话 那台湾的媒体 在当场 还是陪笑 我们听听看 联合报的发行人 王孝兰 2012年的时候 对前总统 李登辉先生 发表了 钓鱼台是日本的言论 相当感冒 他当时 相当感冒的背后 他是怎么说的 来 听听这个大现场 你去干嘛 钓鱼台是日本人的 那个人说 总统 我是学这行人 所以后来我就很熟 对 台湾人啊 好多人啊 他就算台湾人 我还是把台湾人 可恶 超费 怎么不可恶呢 我所有好朋友台湾人 我都跟他们讲了 你们台湾人 真可恶 不是啊 所以我说 我不要再待了 我也不敢在台湾 因为台湾人 让我一个想不到的神秘 所以我现在说 什么活动都不错 来 不想待在台湾 不想当台湾人 不过在台湾办起了 是一家大豹哦 来 赵玉莎老师 刚才我们谈了一大堆 渗透的问题啊 或者是呢 蓬佩奥说 中国比现在 中国比过去苏联的威胁更大 为什么 因为呢 在全球化 全球互赖的当下 中共发明个东西 叫做锐实力 甚至呢 透过呢 全球交往往来的过程之中呢 制造了红色代理人 这本书非常有名 反共学者和青年所写的 叫做红色渗透 里面提出了一个很重要概念 叫做呢 制度的套利者 什么叫制度的套利者呢 民主国家之下有一群人 明明知道像威权政体的中国 明明呢 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跟出版自由 可是呢 却利用民主国家言论自由的机会呢 去帮这种呢 威权政府啊 带风向 该为呢 他大外宣的呢 代理人 这就叫做红色生动 彼此在冷战的时候 苏联根本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因为呢 苏联跟美国 基本上民间是不往来的 可是两岸关系 还是有人穿梭在这过程之中 扮演买办 或扮演代理人的角色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画面 政协主席汪洋在去年2019年的 这个两岸媒体人峰会上 讲的这番话 我们现在看起来实在讽刺 我看台湾当局连两年后的事情 都不能保证了 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大家可以说 石跟石都站在我们这里 你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武汉肺炎吧 你没有预料到美中经贸大战越演越烈吧 中国连明年经济的GDP 还有呢 明年的所有的身材都不能保证了 连习近平跟共产党的政权 有没有办法延续 都没办法说话了 这时候呢 我们看起来格外的讽刺 还说石跟氏是站在他们那一边 现在石跟氏 看起来好像是站在台湾这一边了 接下来说呢 美国人要不要跟大陆打一仗 我相信最近阿扎来台湾 雷根号韩姆来台湾 直接把你的疑问 直接回答给汪洋 可是当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这一群人在当下笑得非常开心 刚才我们的录音档之中呢 我们也都还原这个事实跟现场 汪洋会见联合报器的这个访问之后呢 还说了这样的话 恫吓的话嘛 说这个反对任何台独 分裂图谋的行径 绝不允许国家分裂的历史跟悲剧 这就是典型中国的大外宣 可是这个大外宣的目的呢 一定要在台湾有人带风下 出口再转内销 这样的效果才会最大化嘛 可是最有趣的地方是啊 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呢 去年你们见了这群人 然后呢我们的邦交国 布吉纳法所 在几天之后就断交了 我宁可相信这是个巧合 我宁可相信啊 好 这样我们往下看 刚才讲到啊 这个发现王孝兰的部分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叹 因为这几天呢我们看到 一样是媒体人的黎智英 在撑香港 结果呢这位王孝然呢 基本上他的国家愿同的概念 还有呢他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 基本上跟我们隔了好几个世代 王孝然那时候说 因为李德辉总统 就国际现实跟国际法 当下的状况来做描述说 钓鱼台是属于日本的吧 请问现在钓鱼台属不属于日本 是可以讨论的吧 就王孝兰告诉大家说呢 你们台湾人真可恶 我不想再待台湾了 台湾人让我想到就很气 这就是他对两岸关系 跟国家认同的这个看法跟定位 跟现在的年轻人格格不入 显然王孝兰到现在 没有看清楚是什么呢 我们做了那么多的调查 政大国关中心也好 或是政府做了许多调查 中国人是台湾人 还是两个都是 哪个现在比例最好 我是台湾人吧 过去我们会说 我是台湾人 我们也是中国人 或有一位直接说 我是中国人 王孝兰从过去到现在 他真的没变 他认为他是中国人 接下来我们看的是什么呢 这就最有趣的就是 这位发行人对民主政治的态度 他接受英国的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 大方表白是什么呢 陈龙那时候批评台湾的民主 然后说中国人需要被拐 台湾就是太自由很乱 而且当台湾民众对陈龙这方谈话 表示不满的时候 王孝兰声援他 他说陈龙他很诚实也很直率 我打电话亲事告诉陈龙说 Jackie你很棒 你的市场很大了 如果这里的人是很愚蠢 这里的人 如果这里的人愚蠢 这是台湾吧 台湾的人愚蠢 那你就不用来这个愚蠢的岛国了 接下来他告诉大家说什么呢 他是认同北京镇压六四的立场 他也为威权政体擦脂抹粉 他说什么呢 北京政府已经有改变了 现在我同意他们的做法 他们有纪律 在法治之前 不需要给人民太多的自由 然后他告诉大家说 你必须教导人民如何尊重法律 即便这是恶法 所以在刚才一开场的时候 我说最近联合报 不断的打台湾政府 贪腐或影射民进党高层 基本上有各种的 这个道德上的问题 目标在哪里呢 摧毁台湾的民主 告诉大家 我宁可要威权 跟强人政治的效率跟秩序 我也不要民主的贪腐 跟混乱 这就是王孝兰从过去到现在的立场 所以我必须要佩服他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十多年以来 他完全没摆片 这十多年以来 联合报的立场也没有改变 最后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这个时候 他为什么联合报系会有这样的说法 或者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动作 不就在实际上 我们可以得到的解读 就像去年两岸媒体人峰会 再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时间点 刚刚好是 中国这个习无点讲话没多久 韩国瑜正准备 说Yes I do 正准备去选 这个总统 国民党参加国民党总统的初选 然后国民党上下跟中国内部 都很乐观的地方是 民进党准备要下台了 2020年呢 国民党跟韩国瑜要重返执政了 所以去办两岸媒体的风位在哪里呢 带这样的政治风向 所以这样的媒体跟黎智英 现在的《苹果日报》来做比较 实在不声唏嘘 联合报为什么叫联合报 因为它是三个报纸的联合版 所以它叫做联合办报 叫联合报 它的创办人叫什么名字 它的创办人名字跟我插一个字 你们一定会说王涕武 对不对 王涕武的本名叫做王瑞忠 忠就是忠表的忠 他是个军员 那么联合报呢 跟这个另外 现在也已经改朝换代了 为什么呢 当年最早叫征信新闻报 现在叫中国时报的报老板余季中 两个人同时号称 他们是台湾第一大报 当时都号称 可能有百万份的报纸的销量 身为一个媒体人 不管你的老板支持谁 我们必须在心目中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是吴冕王 什么叫吴冕王 我最大 你知道吗 我只有最大才能够监督政府 有人有这个无耻的寒粉 在网路上散播说 我骂这个国民党也好 骂韩国瑜也好 还是批评谁也好 批马英九也好 是为了在民进党的这个政府里面求官 我本身终其我一生到我死为止 一不当官 二不选举 三不加入民进党 我最大 你知道吗 我这样我最大 我们在2018年的11月24号 小军还记得连续一个礼拜 每天三个小时骂民进党 有没有 骂到第三天的时候呢 民进党的内阁 终于三个下台吗 你们都瞎了吗 所以呢 事实上媒体就一定要超然独立 不可以只靠着所谓的老板的拍马屁 来 东老师 我比较关心的是 这个联合报的发行人王孝岚 他放弃中华民国国籍没有 他搬过去了没有 他说话要算话 他不是说他不想当台湾人去 他还说北京政府那边有纪律有法治 你赶快把联合报也搬过去吧 我关键是这个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刚才听汪洋去年不是跟这些 这个报业的老板 报老板 讲说 美国会还会帮助台湾吗 我估计是不会的 这个话去年是汪洋讲的 今年刚刚是马英九总统讲的 原来他讲的话跟他一模一样 好像 所以为了这些就可以背叛国家吗 是这样子吗 我相信董老师所传达的是现在台湾所面临的状况 台湾的媒体都是这样子吗 我当然不相信 已经违反被界定 涉嫌违反国安法被逮捕 在昨天有获准保释的黎智英 他今天在网络直播 他说他自己知道正在做对的事 在手铐下没有感到任何的屈辱 他今天哭了 非常谢谢各位 持续锁定新台湾家 有我们再会